就说你提出了就是要把这样一个合并后的公司变成将来这个中国最伟大的一个公司 这样的话说出来你觉得别人不会觉得你狂吗 我又不是这次会上提的 第一天99年我们就说了 99年在我们家创业的时候 我们就说要把这家公司把阿里巴巴公司变成中国人创本全世界的伟大的公司 这么多年来我们讲了六年了 一步一步的再往前走 有了雅虎以后只不过让我们希望更大点 而不是说有了雅虎以后我们会变成世界上伟大的公司 雅虎是我们走向伟大公司中的一步而已 后面走的路还很多很多呢 我觉得运动狂啊 中国今天这样的形式 中国今天这样的市场 全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 互联网又是新的 对任何国家都是新的 凭什么我们不能做一个很好的公司 据说你还曾经跳过钢管舞 很难想象 没有那个我们那个另一年的文化的说是钢管舞 我们是公司评选出就是什么四大闷骚和四大鸣骚嘛 我是四大鸣骚之手 所以我们准备有这个六个人组建的那个钢管舞秀 三井华中的表妹卢吻芬 与陈凤亦陈秋风 几乎都在同一年结婚 同一年生子 没有人知道孩子什么时候离开了茶室 离开了这里 当老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孙玉却真的不见了 就这样 刘永峰刚忙与所有女儿 跟着爷爷在县城神秘走失 真创平安家庭 建设和谐江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据说你提出了就是要把这样一个合并后的公司 变成将来这个中国最伟大的一个公司 这样的话说出来 你觉得别人不会觉得你狂吗 我又不是这次会上提的 从一天 第一天 九九年我们就说了 九九年在我们家创业的时候 我们就说要把这家公司 把阿里巴巴公司 变成中国人创本全世界的伟大的公司 这么多年来 我们讲了六年了 一步一步地在往前走 有了雅虎以后 只不过让我们希望更大点 而不是说有了雅虎以后 我们会变成世界上伟大的公司 雅虎是我们走向伟大公司中的一步而已 后面要走的路还很多很多呢 我觉得并不狂啊 中国今天这样的形势 中国今天这样的市场 全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 互联网又是新的 对任何国家都是新的 凭什么我们不能做一个很好的公司 据说你还曾经跳过钢管舞 很难想象 没有那个 我们那个另一年的文化 说是钢管舞 我们是公司评选出 叫什么 四大闷骚和四大鸣骚 我是四大鸣骚之手 所以我们准备有这个 六个人组建的那个钢管舞秀 控制这家公司 频道这家公司 评论是智慧 勇气 胆略 而绝对不是资本 资本不能控制 如果一个企业家 被资本所控制的时候 你就没有希望 永远记住 资本是为你 大家好 要说2005年 中国IT界风头最见的人物 那么当属马云了 在阿里巴巴和雅虎的 空前并购案当中 人们津津乐道的是 谁赚了 谁亏了 谁又为谁打工了 这样的闲话 不过更让我们感兴趣的是 中国互联网的 第一代创业者当中 如今依然像马云这样 在江湖上兴风作浪的人 可谓寥寥无几 一个并非IT出身 又没有专门去学过 管理学的英语教师 是如何做到的呢 马云非常感谢 你能够接受我们的访问 你说过在和雅虎的 这个并购案之后 这十亿美元一到账 你就开始做梦 梦见自己爬梯子 然后抓到那个石头 都抓不住要掉下来 这是不是某种心理压力的 一种暗示 我想是 其实最近的半年 这种梦特别多 就像以前 我觉得以前我做梦 特别多是考数学 三天两楼考数学 其实我上个月 还做过考数学的题目 做很多梦 然后醒过来看 好还好还好 现在已经上班了 说明心理 因为以前我记得考数学也好 考试也好 让我的压力挺大 所以导致到这么多年 过去都二十多年 还经常会做这样的梦 那最近我估计 自己在创业过程中 在这么经营过程中的压力 还是会有 尽管我白天 我并没有感觉到 晚上做梦有这样 那是肯定有 当然这十亿美金进来 是给公司的 并不是给你个人了 你觉得当公司一下 有了这么多现金的话 会不会让一个经营者 变得愚蠢起来 会的 就是你没有钱的时候 你是不会犯错误 有了钱 又就犯很多愚蠢的错误 要想到钱不是钱 钱是一个资源 在我看了 十亿美金 并不是这么大的数字 有一天 它今天是很大 但是跟十年 八年以后的阿里巴巴来讲 可能是个很小的数字 你今天要去想的是 如何把这个十亿美金 能够用得很好的好处 能够持续地发展 能够赚更多的十亿 一百亿美金 所以我是这么去考 据说你提出了 就是要把这样一个 合并后的公司 变成将来 这个中国最伟大的一个公司 这样的话说出来 你觉得别人不会觉得你狂吗 我又不是这次会上提的 从一天 第一天 99年我们就说了 99年在我们家创业的时候 我们就说要把这家公司 把阿里巴巴公司 变成中国人创本 全世界的伟大的公司 这么多年来 我们讲了六年了 一步一步地在往前走 有了雅虎以后 只不过让我们希望更大点 而不是说有了雅虎以后 我们会变成 世界上伟大的公司 雅虎是我们走向 伟大公司中的一步而已 后面要走的路 还很多很多呢 我就并不狂啊 中国今天这样的形式 中国今天这样的市场 全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 互联网又是新的 对任何国家都是新的 凭什么我们不能做 做一个很好的公司 当您把雅虎的员工 请到杭州来 这个联欢的时候 大概有七百多人 从北京过来啊 说那天晚上 你还跳舞 零舞了 你跳了什么舞啊 是这样 因为我们公司 有一个叫泛文化 英文的FUN 泛文化 所以呢每年 我们都会有一些 那个春节联网 会搞得很疯狂 搞完以后 我们有时候还去迪士科 那是两年以前 那个我们在杭州的一次 迪士科的时候呢 我们两个女的同事 把我推到了台上 然后让我零舞 然后我就这么理 然后他们说 以后有什么重大开心的事情 都必须你 都必须我去 然后我就去了 据说你还曾经跳过钢管舞 是是是 很难讲 没有那个本 我们那个那一年的文化 说是钢管舞 我们是公司评选出 就是什么 四大闷骚和四大鸣骚嘛 我是四大鸣骚之手 所以我们准备有这个六个人组建的那个钢管舞秀 后来我们HR看我 我是学了一个礼拜呢 专业舞蹈来教我怎么弄 然后把那个衣服服装都准备好 后来我们HR的那个 我们人事副总裁说 没批准 他说你要今天上台 我就离开了 因为我们自己 没有办法控制媒体 对 因为我们自己是玩的 但是有可能会这照片流出去 那明天就变得乱了套了 很遗憾 但是我后来还是演了 我演男的 没有演女的 除了会带大家跳舞 马云的不按常理出牌 在IT界也是出了名的 正是这个被称为狂人的小个子 管理着全球最大的网上B2B交易市场 阿里巴巴 也许你很难想象 曾在高考时数学只拿过21分 并且自诩为傻孩子的马云 却在十年前 在大多数人还不知道互联网为何物时 就坚定不移地推销起了这门高科技产品 从你95年创办中国黄业 那时候好像很多人把你当成骗子 对 那时候不太相信 因为我其实 现在在回忆互联网的十年 应该来讲我们是中国 不是第一 可能是第二家公司 我们在95年的2月份 就开始创建这家公司 那中国互联网连上 上海跟国外的互联网连上 是95年8月份 那时候根本网络没有这个印象 当然你就觉得你在讲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当时是靠什么赚钱的中国黄业 那时候人家做网页 做一个网页 替人家做网页 那时候效果特别好 因为你替人家做网页 互联网上那时候没有中国的网页 所以你放上去的企业效果就特别好 所以呢 那我 我觉得那时候 你要去说服人家真的很难 而没人相信你 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是觉得 兔子先吃窝边草 从朋友推广起 最后就凭我在大学里 教了六年五年多书的经验 加上我业校 我在业校教了四年 我从业校的同学开始推销起 那这些老同学都非常信任我 他们知道我不会骗他们 所以他们开始慢慢慢慢的加入 好像在95年的时候 你曾经想到北京去拓展业务 但是四处碰壁 当时是有个朋友在东方市公外 给你拍了一个片子是吧 叫书生马云 可见你当时书生气还很足 但是那个片子把你拍得很惨 确实比较惨一点 因为你我们成立公司要五万块钱 我借钱借了两万块钱 还有就是把我们家里的家具 全部搬到办公室里 租了一个办公室 还剩下两千多块钱了 我觉得今天想想回过去 想想也是挺有意思的 能不能给我们说具体一点 那时候最早呢 我们为了说 internet网这些东西怎么好 那我们想创意 说让别人去接受它 但是我觉得互联网会改变 internet网会改变 人类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是马云说这句话没有意义 所以95年我们编了一句话 就比尔盖子说 互联网将改变人类的生活方方面面 但是比尔盖子没说过 还取了一个大题 但是互联网 比尔盖子没有说过互联网 而且他那时候还反对互联网 但是我们就说世界首富 比尔盖子说 互联网将改变人类的方式 很多媒体报纸在报道这个文章 刚到北京的时候 我们想把有一篇文章 就是关于互联网的介绍 发到北京的报纸媒体很难 所以我们认识了我一个朋友 一个朋友认识北京青年报 一个司机 那个司机我们给他500块钱 他把这个文章就发出去了五篇 一笔司机很能干 有一个报社的 把这个文章分在头版上面 然后我就去找他 找他以后呢 我觉得这个总编肯定是有眼光 才会把这东西放在头版 否则是不会放在头版 然后跟他谈了三天三夜 我每天要找他 然后他也听得很激烈 他又应过回来 最后他说马云我帮你一个忙 他请了北京很多媒体的总编 老总们 他说你在那边给大家做个演讲 然后那一天我是激动坏了 从来没见过那么多媒体朋友 我就把电脑搬过去 准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给他们讲 讲了两个小时 他们也听得热血沸腾 他们说好 我们开始宣传互联网 没想到第二天 大概有一个文件下来说 不要宣传互联网 就又对冲突来过 然后他们说马云你如果能够说服 人民日报上网的话 那我们就就可以报道了 然后我再开始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了 人民日报办公室里有个行政人员 有一天晚上那个我们聊得很迟满 突然有来了一个人 他说呀 他你们在聊什么 我说聊互联网 他说互联网就跟我聊起来 那个人就是人民日报社那时候的 那个事业发展局的区长谷家旺 他说他听得很激动 他说好 我们就开始 然后现在的副社长就朱新铭 他们说我们要把人民日报弄上网 所以我们大概弄了半年 所以人民日报搬上网 把人民日报搬上网是我们做的工作 所以一点一点的挪动 等到人民日报搬上网 那一天我已经知道 北京已经不是我们的机会了 因为大批的外资企 已经开始进来 所以我们都起来 然后我们这些没有钱 没有之内 也就又被冲回了杭州 1997年 马云离开中国黄业 带着自己的创业班子第二次北上 加入了当时的外经贸部 继续开发网上贸易站点 但是当包括雅虎中国在内的几家主要互联网公司 纷纷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 他却令人意外地拉起队伍 又回杭州去了 我们这边墙上看到一个照片 是当初你们18个人在长城上 据说你们在离开北京的最后一夜 去酒吧喝酒 还抱头痛哭 为什么哭 因为这帮人是跟我从杭州到北京的 我说我到北京去创业 这批都是年轻人 我说你们想不想去 北京会非常好 我们肯定会打下一番天理 他们也听听很有道理 然后就跟着我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 我们14个月干得那么出色 在零15 就是14个月的时候 我们决定方向不一样 方向不一样的时候是很痛苦的 那我决定要回家了 那么他们来讲 一开始是很震惊的 干得这么好 为什么要放弃 那反正我给他们三个选择权了 第一我说 你们去雅虎 我推荐 一定会录取你们 而且工资会很高 要么去新浪 搜狐 我推荐 别人也会 工资也会很高 那时候大家互联网泡沫起 还有一个就是跟我回家 跟我回家 我说只能付500块钱人民币 在我们家里上班 然后你们住的地方 离我五分钟以内 你们自己租房子 不能 我没办法打出租车 也没办法上下 反正就都在我家里上班 你们自己做决定 给他们三天时间考虑 然后这些人出去 有三分钟又回来 他说马云 我们一起回家吧 三分钟就回来 这三分钟 走到门口 我都讲他们三天 他们就回过来 跟我说 我们还是一起 一起回去创业 那一刻你心里有感动吗 那时候我觉得 我是挺感动 我觉得到今天为止 我每天想的就是 朋友对不起我 从来没有做过 对不起我的事情 我永远也不能做 对不起朋友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创业 是从第一天起 我们是从坦诚相待 那回来就开始创业 但是呢 在北京14个月 我从来没带 这帮人去玩过 我去长城的一次 就是陪杨志远去 那那一天 我们说 拜大家去长城玩一趟 在长城上面 那天是秋天 很冷了 然后心情也不好 天气也那个不妙 然后呢 有一个人就说 我们为什么 从杭州达到北京 而且一步那么多艰难 这么困难 我们都走过来了 在这个时候呢 从头开始 然后大家就说 真的是那天演电影一样的 哪个人也没想 反正在长城上面 后来我们就说 我们发誓 我们就不相信 我们做不出一个伟大的公司回来 这在长城上面 我们打成说 我们回去 从头开始 从零开始 建一个我们这一辈子 不会后悔的公司 回到家里来重新创业 但是99年之后 2000年很快就到了 网络的一个低点 所以你进入的这个时机 其实并不是太好 99年我们 回到杭州创业 非常艰辛 我们同时会告诉你 我们真的是 难道 真的从来没打过低 有一次会买个什么设备 我们为了去买一张桌子 买个电脑 要讨价 还价很长时间 然后还自己把它用三轮车 拖回来 有一次不是买什么东西 是那个 一定要用出租车吗 然后我们在打车的时候 所以只要来了一个 一看走到一看 是那个是一辆桑塔纳 我们所有的投资转回去 看另外的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 只能租夏利车 夏利是8块4 桑塔纳的9块8到10块 所以我们心里觉得不踏实 所以很艰苦 我在采访之前也咨询了 你的一位主要的投资者 我说是什么东西吸引了你 要给马云投资 而且持续的投资 他说马云很奇怪 他最初创业这18个人 到现在都还在这个公司里 他说在任何一个 创业型的公司 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 哪怕就是两三个人的股东 过几年也就分道扬镳了 为什么 我们这些人真的 我特感动 不仅仅18个人 今天跟着我们 就五年六年以上 有100号人 你把他们调哪都可以 做什么岗位都可以 只要说他们说 而且这些人都不在乎钱了 那你是实行精神麻醉了 还是精神催眠了 我自己也一样 他们今天说需要我 所以有人说可以挖我的人 我说你如果把他们挖的去 我跟着他们一起去了 我看到你后边 那个金庸先生给你写的 说善用人才 为大领袖之要旨 是吧 此刘邦刘备之所以 创大业也 愿马云雄长免之 对 这话看来你很 很重你的下怀 所以我把它放在我的正对面 我是这么觉得阿里巴巴那么多优秀年轻人 他们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给了公司 就是时间 他机会 他可以去另外公司 可能赚钱更多 可能会更成功 那到了这儿 你得去善淡他们 所以对我来说 也就是人的问题 你觉得你给了他们什么呢 四年内 如果他愿意待四年 四年内我不承诺你会升官 不承诺你会发展 但我承诺你会很倒霉 很冤枉 很委屈 什么麻烦都有 但有一点四年以后 你扛过这种灾难以后 扛过这种委屈以后 你出去你比谁都有自信 你告诉我 连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都待过 还怕你这样的事情 马云的这支在严冬中锻炼出来的队伍 在2003年的春天 又经历了一次特殊的练兵 因为非典隔离 阿里巴巴的全体员工 抱着电脑回家办公 但就在这样一段封闭时期 马云不但刷新了业绩 还掩人耳目的开发了一项秘密武器 那就是在日后人气急升的 个人网上交易平台淘宝网 我记得那个准备做的是 我们CTO我们的五九 明天早上我们要决定干了 今天晚上他找我 已经12点钟 再找我出来谈一个小时 他说你这样是害了公司 千万不能这么干 他说我在雅虎的时候 他原先在雅虎 他说我跟eBay竞争 大输 输得连自己夫夫妻妻 他说怎么可能你跟eBay打怎么打得了 那我说第一 我相信中国电子商务一定会起来 今天整个互联网用户有一亿人 但是真正在网上购物的才五百多万 还有九千五百人没有购物 而购物一定是个未来趋势 第三 eBay是想买中国市场 而我们是想创造一个中国的互联网交易市场 我说我们的出发点不一样 但是我也束缚不了他 他也束缚不了我 最后我说我还少干 那第二天我们就叫了一些同事 那些同事很有意思 这个故事也是挺经典的 我就挑了六七个年轻人 我觉得这些人不错 叫到我的办公室 我我们COO 我们的CFO 我们的HR的副总裁都在 然后一个个找他们谈 我们说我们准备公司派你去做个项目 这个项目要你离开杭州 离开家 去一个城市 你不能告诉你爸爸妈妈 不能告诉你男朋友女朋友 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你要不能说 他说这个我们看到表情 他说可以 一些人都是这一分钟以内说可以 然后我们说你准备签下这么分合同 这么很多全是英文的 如果你说出去 我们将会索赔 但是你不能说出去 没有什么好处 只有坏处签不签 这些人都签下来七八个人 然后我们就今天下午就告诉 今天下午你们就搬出 到阿里巴巴原先创业的湖畔花园去上班 不能跟任何人讲你们去干什么 也必须住在那地方 然后这七个人就在里面 悄悄的开始组建我们的第一个 那个淘宝的研发小组 就在里面开始不断的做 不断的做 然后本来计划是在那个 七月我们到十月份才宣布淘宝网 是我们 但是呢搬进去的两个礼拜 突然公司被隔离了 就非典时期 这帮人就在 因为他们是唯一阿里巴巴没有被隔离的人 他们就在湖畔花园每天的晚上 我们推出那天是在五月十号 我被隔离 我们所有同事都被隔离 然后那天我们又不能告诉公司同事淘宝网诞生了 所以我我记得我们这些人晚上八点钟说好打电话 空中举了下杯 我们说保佑淘宝网一路顺风 然后淘宝网出来那一天上面写了一个句话 纪念在非典时期辛勤工作的人们 所以淘宝是非典时期我们被隔离的时候推出来的产品 然后我们公司因为一直我们内网很活跃 到六月份下旬突然有一个在内网上有人发了个帖子 说请公司高层注意 有一个网站将来会成为我们的对手 他的思想跟我们是一样 因为一直以来外面很多人说是阿里巴巴对手 我们公司员工一看就知道 这不是我们公司对手 肯定不是 但只有淘宝那时候只有一点点 他们说这个是我们的对手 要高度关注他 所以很多人开始去看一看一说 要高度他说他的思想跟我们一样 然后大家开始在内网上争论 这家公司是谁的 是谁在支持着他 直到七月 快到七月的时候 有一个人说了发了个帖子 我们都不能表态嘛 有人发帖子 他说你们难道没发现吗 这个风格这么像我们 而且我们公司射中了一些人 到现在没发现过 然后有人就跟上说我知道 但我不说 直到七月十二号我们宣布说 那个淘宝是阿里巴巴 整个公司一片欢呼声 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的 本来大家认为这公司会成为我们的对手 因为构是 其实狼和狗长得很像 但狼就是狼 狗就是狗 但狼一看就知道这是狼还是狗 我们其实已经感觉出来 淘宝跟我们是一样的东西 员工已经感觉 这就是一个文化 马云认为自己人生中的一大转变 是在十三岁的时候发生的 当时的他为了说好英语 有空就围着西湖转 拉到一个老外 就主动给人家做免费导游 从此他对世界的看法 就与同年龄的孩子有了不同 这种特立独行的气质 所以对于开始当你决定要辞去 一份收入虽然不高 但是很稳定 社会地位也不错的大学老师 这样一个职位 要开始创办中国谎业的时候 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我仍然不能够完全接受 说只是为了多一点社会实践 我觉得很多人不能接受 但我事实上去 因为我是大学的 这个怎么说呢 六十年代末期的人 理想主义者很大 然后在学校里教书 天天给学生在讲这些东西 自己也很单纯 我觉得我还是很单纯 又是当了学生为主席 所以那时候 九十年代的时候 做生意是考关系 考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什么都没有嘛 而且我绝大个工资 是在八十九块 九十块 九十几块钱的工资 我已经习惯了 尤其到现在 我越来越明确一个问题 就是人生是一个过程 它不是个目的 所以你经历过多少 犯过多少的错误 这才是最最宝贵的 但是这让你听起来像个圣人 事实上 我确实是这样 你真是这样 所以我在全体员工大会上 这五六年呢 我都每次这么讲的 公司里面思想基本原则 有一点我就说了 永远不把赚钱 作为公司的第一目标 你说到这个 你要做也是做 最后你返回回来 看自己赚了很多钱 这是个结果 它不是我追求的目标 因为我自己坚信 如果一个人把脑子里 就想赚钱的话 他脑子里想的是钱 这眼睛是人民币 港币 讲话全是美元 没人愿意跟你这样的人 做生意的 直到我今天 我觉得也许我比绝大部分的CEO 我还是这么觉得 比他们坚强的是 我不为了钱 也不为了你 我就想做这件事情 特别想做 做这件事情什么 就是填补一个空白吗 还是说 也没有这么伟大的意义 说是填补了国家的空白 或者是干什么 创办了什么东西 但今天就变成一个 因为很多年来别人骂你 很多年来别人不相信你 很多年来这样的困难 你都走过以后 你觉得 我就想走下去 所以人们一直说 这个马云是不是出生于 什么样的家庭 或者他的幼年的成长环境 使他具有了某种经商的天赋 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经商天赋 我怎么喜欢看一些金庸小说 那你很容易成为一个文学青年 在金庸的所有的武侠人物当中 你自己最欣赏的 我欣赏好多人 其中我觉得有一点规矩出来 就是每个人要想成功 第一 必须是一经千辛万苦 没有一个人成功是随意的 你要练成绝世武功 你都要去千辛万苦 所以我觉得我比较心想练虎冲 冤枉委屈倒霉一路打过来 我欣赏的是像风轻扬 出手无招 但他自己不一定出来 他培养自己的徒弟打出天下 我欣赏小说里面的简单 像那个侠客行里面的石破天 特别简单傻傻的 就是阿丹一样 其实简单往往是最真实的 最好的东西 所以你如果把这些东西 能够结合在一起 你自然而然做人的生活 也就这么回事 有人也说马云非常聪明 其实说聪明我真的不懂 我知道我从小读书 各种各小孩玩的技巧 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知道成不聪明 别人看你 那今天你讲什么话 人家说你好的人都说你很好 其实我没那么聪明 人家说你坏 我也没那么坏 其实就是一个普普通的人 我说别人把你当英雄 你可千万别把自己当英雄 那可能就麻烦就大了 英雄是别人 这是谁说的 名气是别人给的 对吧 那时候很多人说 如果阿里巴巴能成功 无疑就把一个万灯笼 抬到喜马拉雅山顶峰上面 我跟我的同事说 我们的任务 是把这个万灯笼 从山顶上 抬到山顶下 别人怎么说 没办法的事 你自己要明白 我要去哪里 我们对社会 创作什么样的价值 当夜的时候 我的同事可能流过来 我的朋友可能流过来 但我没有 因为流入没有用 穿着没有退路的 最大的失败就是放弃 今天很残酷 明天更残酷 后天很美好 大部分人死在明天晚上 看不到后天的太阳 创业者要懂得 左手温暖右手 要懂得把痛苦 当做快乐之心上 去职位 你才会要成功 赚钱是一种结果 它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目的 我又希望创造一个真正 有中国人创办 全身就感到骄傲的 伟大的公司 这是我的梦想 和我们这一代人的梦想 他使人们心目中的体操王子 那时候国人把我们当作英雄 也曾因失利而备受指责 以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来讲 需要金牌 他不需要体育 跨入山海 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体育品牌 有没有觉得自己最没能力 基本上就好像没有表现过有能力的 虽然历经上海 全然纤细体育 我并不是一个标准商 我们体操本身就是一个大家庭 能够为冠军做服务 我觉得也有一种荣耀感 《洋南访谈录》带给您 体操王子李宁 最大的挑战就是让我自己去 Let me try 不要说你做不到 在文化的浪尖上面 持续不断的 船路 跳跃 这就是一种年轻的温恒 《洋南访谈录》 为您奉献这些 激励过我们的瞬间与永恒 与您共同飞跃 去体验一个时代的进步 《洋南访谈录》